他在住建系统任职长达13年之久 他经历了中国房地产市场最繁荣的10年 也参与了这10年来 针对中国房地产市场进行的每一次宏观调控 他既制定过自己楼市的政策 也实施过楼市限购的政策 对房价飙涨引发的社会问题有过深刻的思考 去年他发表了中国楼市10年内没大危机的评论 他如何看待在中国吹进的绿色建筑风 现在我们这个绿色建筑是中国绿色建筑数量的增长 是全世界最快的 对于环保部公报称 全国16%土壤面积遭污染 他非常担忧 比这个16更严重的是什么呢 就是城市边上 超标的是36% 那么越是靠近城市边上的 那个超标越严重 他认为中国土壤污染问题的严重性 已不容忽视 我们超标的成分是无稽的污染物 在83.8% 我反复强调一句 就是城市的头壤的污染 要比原野 森林 草原 农田 它的污染物 来的危害性更大 网易彩经 意见中国 专访国务院餐食 住建部原副部长 求保兴 精彩内容 即将呈现 相比看得见的空气污染 我们每天脚踩的大地 允许受到的污染更严重 据业内人士介绍 受到重金属 挥发性有机物等 各种污染物质的污染 我们的土壤已病得不轻 即便不打农药 不失化肥 种出来的粮食蔬菜 也可能是不安全 不利于健康的 去年 首个全国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公报显示 我国土壤环境状况 总体不容乐观 总的超标率为16.1% 土壤污染问题 已不容忽视 最近环保部和国土部 发布了一项 关于土壤污染的公报 说是超标达到16% 那您觉得16% 这样的指标严重吗 首先这个土壤污染 在我们国家 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因为空气的污染 它可以被风刮走的 水的污染呢 治理起来 现在技术上 也大家线路上 比较统一了 但是土壤污染呢 我们从来没有 认真去治理过 就是我们治理 土壤污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 从自身来讲没有积累 在这一点是很严重的 但是比这个16 更严重的是什么呢 就是城市边上 就城市边上的老的化工厂 农药厂 它的周边 根据这一次普查的结果 是超标的是36% 那么 越是靠近城市边上的 那个超标越严重 人是生活在城市里边的 城市里边的这些土壤 如果说超标非常严重的话 比我们远山的 或者农田里边的这些超标 我觉得影响面更大 是吧 因为为什么呢 就哪怕土壤里边的油超标 它要转化成农住物的 它的超标 做成转化成粮食的超标 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这也要去经过 哪一种 这个农住物 它能够负集里边的重金属 哪一种不会 人们还可以选择 但是在城市里边的 土壤的污染 它有可能变成灰尘 被人家吸进去 小孩子在地上玩耍 就把这个污染物就带进去 这个比农田里边的污染物 又更加严重 那么另外一个数据呢 值得指出的是这样呢 我们这一次土壤污染的普查 得到了一个计论 就是说6%超标 那么它的超标的成分 跟发达国家不一样 我们超标的成分呢 是无稽的污染物 在83.8% 也就是说84 是由无稽物是带来的 那么无稽物带来的这种 主要是化肥和废水 工业废水 和其他的工厂的垃圾 所产生的 那么有机的这个污染呢 仅在百分之十几 就百分之十六 那么在发达国家呢 现在呢是有机物的污染 是占的分量比较大 那么有机物的污染呢 它可以自我的降解 但是无机物的污染呢 它是积累性的 所以这个问题呢 是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但是呢 我更注意的呢 我反复强调一句 就是城市的 土壤的污染 要比原野 森林 草原 农田 它的污染物 来的危害性更大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城市 都在推广生态城市 那您觉得 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模式 分享给大家呢 我认为这个国外 有许多经验呢 是值得我们寄取的 我们有许多企业 到国外去投资 当它在城市里 买了一块地以后 它就像中国那样 压根儿没有想到 去分析它的土壤 没有去追工社员 这块地上 曾经有哪些工厂盖过 这个土壤的成分 和地下水的成分 它是干净的 还是不干净的 到底是什么成分 用不容易治理 我们都不清楚 最典型的 有一个企业 在买了一块地以后 发达国家买了一块地以后 这个卖方 他说我留给你 两千万美金 作为不确定风险因素 中国人说 这个没必要啊 结果呢 但是把这个两千万 就寄售下来了 结果没想到 这个原来是一个 很大的污染工厂的 余留地 要治理这块土壤 它远远不止两千万 而是要两亿美金 比他 比他去买这个土地的价值 要高得多 所以说呢 在这一点问题上面 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意识 我们走出去是失败的 没有这个意识 我们就做不好城市 那么所谓生态城市呢 它这个理念呢 就是说我在建设城市的时候 无论从规划 还是建设 还是云影 我的排泄物 我的建筑的风格 我的空间的布局 我的城市运行的方式 能量 水 其他的物质的需求 我们都做到最小 这样的话呢 使这个城市呢 是轻轻地安放在大自然上 那么对大自然干扰是最小的 这就是一种生态城市的 一种模式 现在有一些土地 曾经都是工业用地 就像您之前说的 可能前期会有一些污染 那像我们现在的环瓶报告 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个信心呢 就是说 这个土地是适宜于居住的呢 我们呢 环瓶呢 到现在为止 还仅仅是五年时间 实际上我们整个环瓶的队伍 环瓶的技术 环瓶的方法 还不够成熟 因为环瓶最早的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解决我这个项目 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那么对原来土壤和水里边的一些污染物 特别地下水污染物 我们进行现场解测 我们做的远远不够 所以说呢 说一个工程 有环瓶证书 不一定是奢全奢美的 因为环瓶是人 对一个环境的评价 人经常会娱乐到很多东西 人是 是他需要经验 在国外的环瓶 他有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经验的积累 所以这种经验的积累 技术的成熟 以及体制上的一种保证 他不是一个晚上能做到 所以我们国家这个环瓶队伍 还非常年轻 环瓶的方法呢 也相对来讲呢 还不成熟 所以说呢 我们还应该呢 就是说在这方面加大投资 加大培训 加大监督 加大与权力部门的分离 那么我们已经很好地看到 新来的环瓦部长 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了 所有的环瓶 机构都必须跟环瓶部门都脱钩 因为他变成一个设法的 中间组织 那么就相互直接就竞争了 如果你做得不好 我可以处罚你 如果你是自己的孩子 你怎么去处罚他呢 那只好包拢 而且把他一种 做一种权力的延伸 那使得他 就是说我就发证书 我现场的检验什么 我都可以不记 所以这样的环瓶证书 你说还有可靠吗 现在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很多开发商 都标榜自己是绿色建筑 那您觉得从全国范围来看 这种普及度有多少呢 绿色建筑的衡量标准又是什么呢 绿色建筑呢 是首先它是一个国际流行的一个名词 也就是建筑在全生命周期 它做到解能 解财 解地 解水 深入环境空气质量优良 同时还有一个代名词 也就是说这个建筑啊 它对当地的气候 是自己能够适应的 那么这种建筑呢 国际上已经很成熟 已经有20年的发展史 那么在中国呢 尤其必要 因为中国的建筑 从全生命周期来讲 对能源 资源 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已经超过50%左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中国发展绿色建筑 比任何一个国家 有更紧迫 所以说呢 国务院去年的 这个办公厅一号文件 就是规定了 绿色建筑必须优先发展 而且要强制性发展 那么财政部呢 也出台了政策 就是说二星期以上的建筑 绿色建筑 每一个平发明补贴 45块钱 然后呢三星期呢 是补贴80块钱 而且绿色建筑呢 不仅有标准 这个标准呢 已经更新过一次 所以说今年的1月1号开始 执行的是新的标准 是第二任我们国家 绿色建筑的标准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呢 我们的房地产商呢 它很多人都不知道 然后呢 我们呢觉得呢 就是说作为广东省来讲 应该向深圳学习 深圳在这个七八年之内 一共建成了 上亿平发明的绿色建筑 去年的1年 它的绿色建筑建成 就总量就是2000万平方米 所以说它数量巨大 等于说整个广东省 60%的绿色建筑集中在深圳 为什么领导重视 就全国来说 这种推进有没有困难呢 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这个绿色建筑 是中国绿色建筑 数量的增长 是全世界最快的 每年基本上 它的面积都翻翻 去年我们的绿色建筑的总面积 已经超过了1亿平方米 所以发展的最快 我们知道现在房地产行业和其他行业都在海外扩展 而且总理在今年博鳌论坛上也说了 要加大一带一路的推进力度 那您觉得这对整个市场有什么影响呢 我个人认为 一路一带 启动的项目 有可能是基础设施 但是有可能是 旧城改造 新城开拓 包括呢 等于说 这个贫民库改造 因为在东南亚一带 有大量的老百姓 他的居住状况是非常差的 那么 根据联合国统计 就是发展中国家 包括东南亚一带 50%以上的城市居民 是居住在贫民库里边的 那么这种居住状况 你要去看了 就非常的寒心啊 一个小屋子里边 居然住了七八个人 而且是凑齐熏天的 所以说 中国完全有能力 去踏规模的帮助他们 进行彭物区的改造 大规模进行旧城的改造 因为中国 有三个经验 是世界上没有的 第一个就是 保障房建设的 经验 而且是采用绿色建筑 采用住宅的产业化 零部件在工厂的生产 然后到现场装配 第二个经验呢 是大规模的进行 城市的更新 尤其是灾后重建 我们花了两年时间 就把四川的灾后重建 基本上就结束了 使一百多万人 离开家园的 重新回到家园 而且这个家园的水平 比原来提高了很多 一年到两年走过了 三十年走过的路程 而且这些建筑 全部是抗震的 哪怕是到了 玉树灾后重建的时候 所有的材料 都是一千公里以外 地方运固期 我们也支花了三年 把绿色的十万人口 安置得非常好 它的生活品质 提高了很高的档次 所以说我们有这样的经验 那么更重要的呢 中国呢 还有绿色建筑 生态城市的建设经验 那么这种绿色建筑 生态城市的建设经验 跟棚物区改造 跟拼命户改造 如果集合起来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 在一带一路中间 发挥一个巨大的作用 两会上说 咱们保障房这一块 要实行食物保障 和货币补贴并举 把一些存量房 作为公租房和安置房 像现在我们很多城市 也都在做这一块 像这次再提出来 您觉得对整个市场的影响 有多大呢 这是一个利好消息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保障房呢 原来是一种指令型分配的 必须很快地转向呢 就是说每个城市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提出 那么更重要的呢 我们的保障房呢 不一定是增量的 不一定是补砖头的 应该是补人头 这样的补人头以后呢 我们就使得有哪些贫困负 他确实住房非常困难 而且收入比较低 这样的话呢 政府直接补贴房租 那么他可以租用 现有的一些空房子 现有的商品房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使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 因为保障房呢 往往就离开 他工作的地方很远 我们在城市规划学中间 有一个名言 就是穷人 他很困难在空间上 进行自由的移动 而富人呢 他有空余的时间 而且有非常便利的自驾车 在空间进行移动 所以说穷人 你想想看 他保姆就必须住在主人的家里 比方说农民工 他必须在工棚边上 你比方说打工的 他必须在工人宿舍里边 因为他空间移动的能力很差 他的工夫化不起 你几块钱的公交费 对他来讲也是一笔不少的一些支撮 所以他必须是紧靠着就业岗位 来进行居住 所以说呢 这种补人头 补砖头 要人性化的多 那这些房子的来源呢 我觉得没有问题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空置房非常高 因为这些空置房呢 当然我们下一步 可能还会出台一些政策 就是出市这些空置房 能够转化成低收入者的居住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